第二個我們看它的點 都把它的點都異常的渾厚 而且它大概有兩種 一種是扭轉的 扭轉的 因為扭轉就佔成一種圓徑的效果 這是扭轉的 第二種是方切的 看起來好像這邊有角 這個角還蠻多的 這個東西是後來就被柳公泉繼承了 就是圓轉的點 圓轉的點 它晚期的時候就採用了 方折拉動所產生的點 這種點後來就給柳公泉用了 它自己反而不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泛質 比如說我們看極 這個極 這個極的點 因為它點下去以後 它會去扭轉它 你可以發現上面筆尖跑出去了 然後再下來 然後再收緊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稍微跑出去一點筆尖的擠壓 因為在 歐陽巡 凱樹基者歐陽巡上面 它的點花可能就直接壓下去 然後就拉動它 然後變成一種三角點 前面沒有扭轉產生的效果 可是我們來看多巴塔 它有點花有所擠壓 那個毛筆在裡面扭動 而產生擠出去這個效果 點擠壓所產生這種效果 經常出現 遠轉 遠轉 像這種點 點 又大 又流動 又擠壓它 變得非常的浑厚 我們看下面的針 整長的針 這些點都非常的厚 有在流動中 遠轉中去拉動它 有點弧度 再來第二種 剛才講說那種方切的 方切的 方切的 它在水部上經常出現 它在水部上經常寫那種方切感 看這個法 這種到流攻拳又就被完全繼承了 點 不扭動 直接拉動 然後抬起來 彈起來 點 拉動下來 起來 勾出來 你會發現這個點看起來像石頭 1234有四個角 連下面這個點 拉動 抬起來 往上去 這裡一個腳 兩個腳 1234 四個腳 就覺得好像寫得像一顆石頭 而且是有被刻過的那種感覺 它這兩種方式 一直在交互應用 好 這是它的點的問題